你 他这是干嘛呀 不知道 这怎么还有自己太刺激了 你 他真的错了 是啊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臣妾请皇后娘娘安 愿娘娘奉体安康扶随绵长 有令妃侍奉皇上 皇后娘娘自然安康 令妃的脸是怎么了 皇后娘娘 淑妃之事 臣妾欠下的掌嘴 先自行补上了 淑妃之事是太后下之惩罚 你该先去向太后禀告 太后让荣佩奸行 就是让臣妾知道 受皇后娘娘管教 是臣妾的本分 而且臣妾私去木兰围场 违反了皇后娘娘治下的公规 所以是该先来向娘娘告罪 令妃明知违反公规还要做 那就是明知故犯 臣妾自知犯下大错 甘愿受罚 令妃的病如何了 之前说是犯了肝气 才许你回宫休养 哪想到你千里迢迢去了牧来 臣妾想着自己病重 怕再见不到皇上 所以才冒死去了牧来 臣妾如今有皇上龙铁硬币 臣妾已然无恙了 既然已经无恙了 你又自己来领法 那就 今日起半个月 你每日行板柱之法两个时辰 臣妾 你是跟着令妃去的 仗则三十 臣妾 谢皇后娘娘 可否容臣妾明日再受罚 容佩明日会去永寿宫 看着你和春禅受罚 是 臣妾告退 你呀总是别出心裁 就像那日在唐全盼伺候 总是让朕耳目一新 皇上长情眷顾 不会厌弃臣妾罢了 你能让朕不厌弃 那便是你的好处了 臣妾多谢皇上隆恩 只是皇上 下半个月 恐怕臣妾就不便是寝了 怎么了 臣妾私自去了木兰围场 皇后娘娘就罚臣妾受板柱之刑 臣妾也甘愿受罚 只是 每日两个时辰下来 头晕目眩的 不便伺候皇上了 这板柱之刑 是法有错宫女的 是啊 臣妾呀 曾是宫女 所以知道此刑 这兽刑之人 弯腰身臂 用双手搬住双脚 身体不能弯曲 朕还听说这兽刑之人 会晕眩不已 而且呕吐成奇啊 皇上 臣妾私慕您 扮成宫女 私自去木兰围场 确实犯了故规 皇后娘娘 无论怎样惩罚臣妾 都是应当的 皇后若是不责罚你 她也无法好好地 管束后宫 你就听皇后的教诲吧 朕会让 太医给你好好医治的 臣妾知道了 只要能跟皇上在一起 臣妾什么都不怕 二十 二一 二二 还有半个时辰呢 令主受不了了 不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停 停 三十 给娘娘请安 包太医怎么来了 皇上知道令妃娘娘受罚 也知道板住之行之后 娘娘身子难受 特命我前来召看医治 皇上施恩令主好福气啊 快好了 包太医再等等 是 蓉菲姑姑 快好了吧 好了 住 皇后太娘满意了吧 只要令妃娘娘不犯事 皇后娘娘就满意了 臣妾多谢太后指点 若无太后 臣妾哪有今日啊 太后乃是臣妾的再生父母 体面话不用多说了 既然得了皇帝宠爱 好好惜福 是 太后 你先回去吧 臣妾告退 太后 哀家早就说过 达瓦齐这种野心勃勃的狂徒 既敢杀了多尔扎自立 怎会娶得公主就有心收敛 如今果不其然惹出祸端来了 哀家看皇帝怎么收拾 说来也是达瓦齐太自负 皇上已经对她格外幽容 她却毫无知恩图报之心 哀家脑的是 恒绰嫁与达瓦齐不久 就出这样的事 险见达瓦齐 没有将恒绰放在眼里 更没有将大欺放在眼里 太后 达瓦齐就这么沉不住气啊 这达瓦齐简直就是狂妄自大 皇上将杜尔伯特部移居乌利亚苏台 达瓦齐便公然叫嚣不肯前驶 来京参见 扬言必要车铃移出乌利亚苏台 才肯罢休 准格尔部与杜尔伯特部的纷争由来已久 今次达瓦齐洗劫杜尔伯特部 夺走了大批牲畜 粮草 财物 还大肆略走妇辱 车铃身为部落之首 忍无可忍 只得率部仲离开市居之地 东归大清 求得庇护 准格尔多年来便是蠢蠢欲动 达瓦齐又是野心好战之辈 此时杜尔伯特部来归 一事不服于准格尔的种种罢行 对其余蒙古各部而言 也是对我大清表示 示好归顺之心 承陵率万语众 倾心来归 朕甚是欣慰 不必理会准格尔 朕会封车铃为亲王 以表嘉奖 为一事正中 永诚 你与礼部共同筹备接封事宜 尤其 你也跟着去学学 儿臣遵旨 儿臣遵旨 儿子 皇上真让你去筹备 杜尔伯特部的接封礼仪啊 也不只有我一个还有五弟呢 傻孩子 你五弟怎么能跟你比 你筹备的时候可要多用点心 就更得你皇阿玛喜欢了 儿子记下了 不过皇阿玛左右也是安排差事 今儿也安排明儿也安排 儿子都惯了 都快累死了 你呀 如今得意 又得你阿玛宠信 哪个皇子能跟你比呀 不过这话说回来 如今你得皇上看重 皇上也会常来咱们起乡工作做吧 会的 会的 只要儿子在呢 皇阿玛就忘不了您 这几天啊 忙活死了 就知道痴呆念佛 怎么了 永章 皇阿玛有什么差事 只惦记着老四 连五弟都是捎带陪衬的 儿子能有什么办法 皇上 皇上 恐怕已经快忘了 有你这个儿子了 额娘没用 是额娘没用啊 姑娘 难道咱们只能这样了吗 是啊 要是再这样下去 还真是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了 我朝日之有利贤之说 永成年长出色 永继这个嫡子年幼无知 只怕太子之位就归了永成 我的日子便更不好过了 额娘 三哥 有弟 永荣回来了 这是我画的佛母图 今日还得了皇阿玛的赞赏呢 是 旁人的儿子 被皇上看重的是才干 我的儿子 却因图画油翼被赏试 我娘是还是画得不好吗 不是 画得好